那其实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孩子在学校看到同学考试作弊 该不该向老师汇报 那我们家长怎么去回应孩子的这种的请求呢 请教呢 很好很好 这也是品格问题 对对 对我觉得很棒 孩子愿意跟父母亲问 那这个又是一个teachable moment了 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来祷告 然后就分析说要不要告诉老师 如果他是看到了 然后知道是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父母亲跟孩子一起来寻求神 那如果我是父母亲的话 我就跟孩子看他的看法 然后因为孩子不是每一个都是有所谓的勇气 而且要看孩子的感受 那我平常我今天也讲了 在另外一个讲座也提到了 我寻求神心意呢 我觉得像这样一个决定 都可以有机会跟孩子一起来 寻求神的心意 学习这样的五部曲 神的话语怎么说的 神的灵 我们一起来祷告 看神怎么带领我们 神的子民 那父母亲就是神的子民了 爱他们 爱神的人 然后或许还有其他老师啦 还是一些同学啦 可以去参考的问 第四呢 就是神的环境 有没有容许让这个孩子有这样一个个性勇气 愿意去讲呢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个结果交给神 就是神的主权 我觉得我不能够直接告诉你怎么去做 可是可以给你这个原则跟孩子一起来经历神 因为在做这个决定当中 不只是最后决定讲还是不讲 更重要是整个过程 一起来经历神 这个是我们最能够影响孩子的 一起来经历神 然后也为这个作弊的孩子祷告 对不对 然后神要帮助我们学习 在整个过程当中 怎么做一个和神心意的 那当然有勇气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讲 然后或许呢 也看孩子年龄 或许父母亲可以跟老师讲 可是也要清楚有这个证据 怎么证明 好